吳先生,你好 你好,Lily,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中共在2021年到2023年期間 是印發了大約是54萬億的人民幣 即是美元大概是7.6萬億 那印鈔的數量規模是非常珠貴大的 但是並沒有幫助中國的經濟恢復和民生的問題 但是這個中共有大量的貪官權貴 是利用各種理由去瓜分了部分的累積的 吳先生 即是錢去了哪裏呢 這些只能夠說印錢的人和管錢的銀行 他們最清楚的錢去了哪裏 如果要查的話一定可以查得出來的 對我來說真的很難知道沒有證據證明 那些錢去了哪裏 但是肯定是有問題的 為什麽呢 因為一般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如果人民銀行和中共的央行印了54萬億人民幣 都不是很少錢的 它通常突然印這麼多錢是想刺激經濟 通常會出現的情況是什麽呢 就是購買力會加強 因為錢多了 如果這些錢是落到消費者 即是老百姓消費者的手上 他們會買多些東西 同時也會出現通貨膨脹 因為購買力強 那麽大家都知道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價格 是供求關係決定的 那麽如果這個突然間 就是需求量好像增加了 因為錢多 那麽很多人要搶著買不同的消費品 不同的產品 那麽當然那些商家就會將價錢提高 但是有些地方和有些產品有些商品 那個價格沒有提高 還有在那些百貨公司 現在很多中國大城市 包括上海 那些百貨公司不是人山人海 通常來說 如果人的口袋裡面突然多了很多錢 大家都會去買東西 但是不是的 很多百貨公司 還有購物商場 購物中心 是比以前人少的 空空如雅的 那奇怪了 那麽就奇怪了 就是54萬億到哪裏了 沒錯 那我想呢 就是貪污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我認為不可能是54億都全部因為貪污 而落了那些官員 共產黨的黨官的口袋裡面 我認為這個不太可能 但是一部分進了他們的袋裡面 就是肯定的 這個因為在中國大陸 那些官員他們的最大的積極性 並非來自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 並非來自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忠誠 為貢獻一切 他的積極性是留意什麽 是當了官之後 我們有機會 貪污有機會 成為腰床萬貫的黨員 這個是他們最大的積極性的動力 所以肯定會 因為中國人經常都說 在中國大陸是無官不貪的 你如果完全不貪污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官來的了 無官不貪的 我認識那些中國大陸的官員 由小官到高官 他們當然不會這麼容易跟我講 除非變成個別的老朋友 是另一回事 一般他們不會講的 但是我從他們的交往中都知道 即使那些比較清官 相對來說清官 清官是什麽意思呢 清官就是他不會收那麽大筆的錢 還有他會盡量收禮物 那些已經是很清官的了 送一架車給你 都是很清官的了 那些真正的貪官 你給他幾萬元的人 但是他監管就不賣你帳 他們差不多以為你侮辱他們的那些大官 這些就是叫做無官不貪 我記得說一個小故事 我曾經在某某大公司工作過 所以我們在中國大陸都是很大的 我們差不多最大的時候有兩萬人的員工在中國 在中國大陸上 全世界有十五萬 很大的公司 我們那個大老闆 公司的 全球的大老闆 有一次就有人來找我們的員工 是什麼人呢 是共產黨的人 這個人就找我們一個高管 我們北京民事處的特殊 他們說 你們公司對你們的廣告很有用是什麼 如果你們能夠和我們的總理 你們的全球總裁和我們的總理一起拍一張照 或者和我們的總書記拍一張照 這張照片如果掛在你們黑人進來的時候 那個大禮堂上面 很有效的廣告來的 真的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當時的大公司大多數 一半以上的客戶是國營企業來的 那些國營企業的頭一進門看到 哇 你們的總裁和習總站在一起 你們跟我們說 喂 喂 這樣肯定沒問題 跟這間公司做生意 是這樣的 不是跟你說笑 但是我要說什麼呢 這個人來找我們公司的頭 這人一輩子的秘密 所以我可以講那個名字 他怎麼樣 跟北京的頭說 說我是某某總理,那次是總理,那時候應該是不說誰人 終於是一個總理,大概是2000年那一陣,某某總理 可能是2000年,可能是2010年,我說我是我們總理的一個,我是他的外甥 是不是你都不知道的,你是這樣吹的,我可以安排你們的頭和我的總理,拍張照好嗎 所以中國人那些發財的辦法有很多的,我們同時當然說好,但是不會免費的 你們不要嚇到,我所記得的當時是100萬美金拍張照片 拍張照片,就是一張照片 嗯,100萬美金 厲害嗎?當然了,這個什麼100萬美金,不只是他所謂外甥要的 他後面有一大班,可能國務院某某總理下面有另外一個官員 是經常可以直接見到總理的,他收一份,外甥就收一份 總理本身肯定都要收一份,但是總理和那個總理下面那個,譬如那個部長 絕對不會親自出面來搞這些東西的,就找一個外甥,出了事被人知道 哎呀,那個外甥是壞仔啊,我們總理怎麼會做這樣的事啊,總之 無觀不探,真的不是誇張,不是誇張,那那些錢去了哪裏呢,說回來,54萬億 我估計呢,我估計呢,這些錢肯定是先入銀行的啦,由央行再入什麼中國銀行 四大銀行那類的,那這些銀行呢,我想一下,他們會想辦法,將那些錢,一般正常的渠道 應該是,那些錢要用各種各種各種的徵上渠道去流進社會 但是呢,很可能這些銀行自己呢,滿身債啊,滿身債啊,所以呢,它很可能呢 很大部份的錢是用來做還債,還債,那一部份是貪污,就是我想是這樣啊, 另外呢,你可能呢,就是你銀行,其實那個債呢,就是一種怪的債來的 就是,很多銀行收了別人的錢,其實那些錢是別人的存款來的,存款當然了,有一部份的存款 你可能可以用來做,這個財用啊,暫時借給它,但是你不能拿太多的,那很危險啊 萬一大家都想拿些錢或者有肥體出現啦,銀行人是空的,那有可能, 很多銀行由於他們很多壞賬 所以他們的存款是驚人的低 很少存款 騙了老百姓 你的錢放在那裡沒問題 很安全的 錢就早了 走到那裡 有可能一部分這些錢是填補這些空虛 你填補別人的存款 一部分是可以用來做借貸的 你借貸之後 別人還了利息 還了錢 你要放回去的 一直這樣流轉 但有時候 因為過去中國大小銀行 經常借錢借得太多 還有借給一些有借沒有還的 因為我以前都說過 一個正常的國家 正常的銀行 都是很研究你這個項目投資的可行性很好 什麼什麼 我才決定借不借錢給你 如果我相信你這個項目是有規沒有贏的 那就是絕對不借的 但不可能因為有這個貪污 你借給我回購 你借我一千萬 回購我多少個percent 那我又明明是沒有錢 說不好的 我覺得是借出去的 因為有錢不是他自己的錢 是銀行的錢 過幾年出事了 他可能已經轉到另一家銀行 沒事了 很多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銀行經常存款太少 我懷疑現在新印的錢 很多是我們存保的存款 存款存在銀行裡 就不會流通在市場上 所以就不會造成一個新的購買力 因為其實這些錢 本來就應該是在銀行裡的 是銀行拿空了 拿太多人的存款 來去做其他東西 去冒這個險 那他現在有筆錢 他可能就去擺 這是我猜測 總之他這樣印了54萬億 結果是沒有用的 這個是事實 中國的經濟沒有回升 沒有復甦 市場也沒有回升復甦 有一次收送到沒有人去買股票 是吧 如果是正常的話 如果人手上的錢多了 有些人會去買股票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出現 為什麼 因為沒有信心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這個市場會上升 習近平說的東升 西國可能很多中國人在問 什麼在升 什麼在升 可能債務在東升 所以我想是這樣的原因 整個中國經濟是建立在債務高足的基礎上 所以很多錢只是用來填補 有些錢可能進去企業裡 是用來救這個企業的命 不一定是 它的錢不會發出來的 如果沒有這些新的錢 可能某些公司就要破產了 現在拿到這些錢 銀行可能還可以幫一下 救一救 但是你不會立即出現購買力增加的情況 是 沒錯 還有房地產方面 可能已經包括了房地產投入了過多的資金 就是這一筆錢是不是流入這裡呢 但是這些基建 基本是嚴重的拋沒化 那些房子都是變成垃圾 南美樓 賺不到錢的 那麼投入這麼多的錢 都是等於零 是不是 沒錯 是這樣的 對了 所以因為我經常都說 中國經濟的問題 不是因為資金周轉不靈的問題 如果是資金暫時周轉不靈 你多一點錢或者借些錢來 可以幫他忙 之後會復甦 但是它的問題是什麼 是非常深層的所謂結構問題 或者是體制的問題 共產黨 我經常說 它是一個假的市場經濟 假的資本主義經濟 它是完全是一個 仍然是被共產黨牢牢控制的 一種混合式的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混合起來的經濟 但是它的主導仍然是計劃經濟 表面上你以為是市場經濟 但是不是 因為共產黨是大權在握 大大小小的事情它都會插手 表面上是騙人的 表面上就是市場經濟 實際上就是為共產黨服務 一句話 是不是 還有很重要的是什麼 市場經濟偉大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自我調節的機能 不需要一個人高高在上去發現哪裡有問題 就是好像救火隊 整天看著哪裡有火裝 不需要的 它是有一個自我調節的 因為一切是以供求關係為必為準 你會因為需求大 而供應少 我們就投資起工廠 或者工廠加工 生產更多 如果是相反的 那就不生產這個 生產另外一個 它不需要一個人高高在上 就是它比任何人更加聰明去做很多決定 不需要的 它是一種自我調節 是一種非常非常有效的辦法 而共產黨是因為相信 迷信權力 迷信權力 還有它是因為想一黨操縱 所以它是最喜歡搞一個強大的政府 什麼都管 這些是全世界共產 剛才說到這個房地產 投入了很多資金 經濟在這兩年 非常嚴重地通縮 但是中共還在拼命地印這個鈔票 它以為發這些錢 可以刺激這個增長 經濟增長 但是中國百姓 它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消費力不足還是不生 問題就是這些錢沒有去到老百姓的手上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刺激這個經濟 另外我剛才說了 很多錢可能是變成銀行的存款 因為很多銀行 他們用客戶的存款 用得太多 因為一些銀行 不可以把別人放在你的銀行裡的存款 全部用去投資 用去投機賭把 那就很危險了 但是中國銀行 中國的銀行就很難說了 非常有可能 萬一有很多客戶要擠提 很多中國的銀行肯定是沒有錢還給別人的 這些存款 無實 所以有可能很多那些 54萬億新印的錢 去補回它的存款 補回它的存款 所以 但是你將我100萬人民幣用了90萬去投資 我不知道的 你不需要告訴我 我只是在文件上寫了我 放了100萬 如果我真的要去拿的時候 可能你就沒有錢給我 但是我通常不一定經常去提款 但是很可能 銀行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風險 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 譬如說有些錢不應該借給別人 但是我如果收到幾百分的回購 我還是借 那借的錢從哪裏來的 那些人是存在銀行的存款來的 那我就存 現在央行引了新的銀資給我們 我就放回那些存款 就是很可能一大部份是補回那些 不應該拿走去投資的存款 那另一部份就是入貪官污吏的口袋 是 他們都是拼命地貪官的 貪那些錢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始終老百姓都是沒有錢的 講來講去 這個經濟是行到頭的了 因為這個美國不會再跟它做生意的了 不會再跟中共做生意 包括那些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一看 美國帶頭不做中國生意 他們當然是跟的了 都不會做的了 不會做的話 那中共怎樣 始終都是一條路就是倒台了 是不是 我想這個是無可避免的了 就是有些中國人 有些太幼稚 以為自己現在很厲害 很有錢 其實不是這麼有錢的 我奉告一下中國大陸的同胞 如果是有錢的 你們以為有多少百萬千萬人民幣 在銀行裏面 但是你們知道人民幣是並不可靠的貨幣 你現在覺得 我有100萬人民幣在銀行裏面 變成這個美金都是等於多少萬美金 現在的匯率是1元美金應該是7.2元人民幣 你如果有72萬人民幣 在銀行裏面就等於我有10萬美金 你還以為很好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美金和人民幣的比對率是人工造成的 不是真正的 是因為人民幣是不流通的 不是一個能夠自由在國際市場上交易的貨幣來的 而是共產黨控制的一個貨幣來的 這個貨幣其實是很大風險的 因為如果你是自動流通的貨幣 你那個價值就會受到市場的供求關係而決定 如果很多人想買人民幣 想用人民幣做存款 那你的人民幣就越來越值錢 是吧 但是很不幸的是這個世界沒有多少人想用人民幣做存款 所以有些專家計過 說人民幣的真正價值 真正的價值並非1美元等於7.2人民幣 而是1美元等於23人民幣 即是說很多用人民幣存款的人 你們要知道 如果這個世界的國際國際國勢繼續這樣惡化 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中國的經濟繼續惡化 中西方經濟貿易上繼續脫歐 有朝一日很快 很快的將來 你的人民幣不是那麼值錢 是比現在的人民幣 其實真正的價值是3分之1 所以如果你有100萬在銀行裏面 其實你只有30萬 3分之1都是屬於樂觀地去說的 其實這個人民幣隨時是別費子 所以聰明人為了保護他自己的家庭的資產 或者個人的資產 盡快變成美金 我想很多我所認識的大陸有些錢的人 每個人都在想怎樣將人民幣變成美金 和怎樣轉移到外國 這個是每個有錢人都在想的事 但這件事本身已經說明中國經濟是沒有前途的 你想想那些有錢人 他們為何有錢 因為他們有間公司 開公司 有企業 他賺到的錢 他自己的錢和企業的錢 他都想轉移到外國去 那你怎麽可能中國經濟會發達呢 為什麽我們罵美帝國豬 罵得這麽厲害 現在你看全世界的股市 中國是跌得最多的 而美國的股市是蒸蒸日盛 為什麽呢 因為很多人仍然是對美國有信心 我不是說美國什麽都好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來的 大多數人都想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想錢變成美金 放在美國那裏 沒有人有多少個願意 把錢換成人民幣 放在中國那裏 是很簡單的 這是很簡單的 所以共產黨最厲害的就是吹牛 吹那些說 以後人民幣會成為國際的流通貨幣 要取代美金的位置 白日作夢 他已經說了很多年 我一直都不相信 有些人就說 現在你看看 俄羅斯又同意用人民幣和他做交易 你叫做沙特阿拉巴同意 俄羅斯是沒有辦法 因為被西方制裁 沒有人買那些石油 沒有人買那些天然氣 中共是唯一願意買的 但他的條件是 但是你要收人民幣 那就沒辦法了 有人民幣也好過沒有 但是我跟你說 俄羅斯人都不是朋友 他每天收到人民幣 他馬上換美金 阿拉巴也是一樣 石油賣給大陸 大陸一定要給人民幣 他收到人民幣 立刻去換黃金 是 沒錯 所以現在中國老百姓都有 有錢的人都會想著去換美金 或者去買黃金 可能都是這樣 慘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沒辦法的 因為他手上的錢都很難換美金 每人每年最多換五萬美金 所以中共也是很壞的了 總之是要那些老百姓窮 窮到窮到窮 它才肯幫中共打工 它是想找一些奴隸的 好了 中共體制內存在大量的貪腐的官員 那些官員幾乎是沒有真正為國家百姓著想的 只是想著保住自己的官 還有自己的賺多少錢 所以印的錢有一部分是給黨內的各級的官員 或者是階層 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 還有那些錢貴轉移到各樣的名下或者海外的 轉移到貪官自己的口袋 那今天的信應訪談直播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多謝吳先生 我們下次見 多謝 多謝 是 拜拜 拜拜 拜拜